Hello大家好,我是记者变利群 我现在在海湾球场内 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这里了 同时也是世界世界杯的最后一次 刚刚在这里呢 世界杯半决赛 落下了帷幕 法国队是以2-0战胜了 这些世界杯的最大黑马 摩洛哥队 底下的第五分钟呢 法国队就攻破了摩洛哥的大门 完成了这些世界杯上 其他球队都没有完成的事情 因为在这些世界杯上 前五场比赛里 摩洛哥队只丢了一粒乌龙酒 那么其他四场比赛呢 像比利时 赫罗地亚 西班牙 葡萄牙 这些传统强队 都没能攻破他们的球门 所以可见这支法国队 有多么的无懈可击啊 当然了这场比赛 从我的观感来看 法国队也终于狼狈了一回 世界世界杯上 法国队的六场比赛中 我报到了其中的四场 可以说这场比赛 是法国队最为狼狈的一场 你可以看到 我们挖配在系鞋带来拖延时间 来以球 幻合在场上的节奏 法国队的门将洛里呢 也是通过缓发球门球的方式 来放缓比赛的节奏 所以说可见 这支摩洛哥队 有多么的难打 包括第二历进球的时候 法国队替补习的球员 全部跑到场内 和场上的球员 一起抱作一团来庆祝 那么同时呢 第一历进球的时候 得上也是非常激动的在庆祝 所以真的是可见 这一场比赛有多么的难打 北京时间18日晚11点呢 法国队将与阿根廷队上演 最终的决赛 其实是法国队未免成功 还是阿根廷队与梅西能够圆梦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决赛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